作者 欲念无罪 演播 神隐 耐风的思远 后期 阿明 第一百一十三集 太子妃大选 看到蓝叶云离开 他们这才敢擦把冷汗站起身 兄妹二人彼此对视一眼 各自心有余悸 俯身将阿一连抱到床上躺好 欧阳润雪叹了口气 我早就跟你说过 王爷是不可能被你威胁的 你为什么不听 何况 你既然知道她的身份 居然还妄图独占她 是过了那么久不见天人的生活 傻了吗 阿一连眼角的泪水越发疯狂 可惜却已毁之晚矣 替她擦了擦泪 欧阳润雪好心安慰了几句 别怕 虽然你现在无法动弹 但王爷说不定只是一时气愤 等她气消了 我们再替你求求情 或许她会放开你的 阿一连想要点头 却是力不从心 只好拼命地眨着眼睛 眨出了无限的急切和期盼 欧阳润雪的目光却变得有些阴沉 语气倒是一贯温和 好 我知道了 你不用急 有机会 我一定会替你求情的 看到阿一连的样子 欧阳润冰不由叹了口气 再想起方才那惊险的一刻 他不由心有余悸 欧阳润雪眼中掠过一抹复杂的光芒 却什么都不曾说 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将二人的对话听在耳中 阿一连似乎才意识到 自己方才的做法有多么愚蠢 虽然半点声音都发不出 但从他的口型却可以看得出 他说的是 我错了 当初对蓝叶云一见倾心 被他折仙一般的风姿彻底俘虏 他才拼命要求欧阳润冰 前来担当这个角色 就是指望着借此有恩于蓝叶云 好成为他的枕边人 可是 谁知一步走错 居然落到了半死不活的地步 到底真的是他太愚蠢 还是蓝叶云太无情 乌玛帝国最近还真是大事连连 万众瞩目的灵气大赛刚刚结束 筹备已久的太子妃大选 便拉开了帷幕 这等大事对其他那些期盼成为太子妃的女子来说 或许是个机会 但对楚寒生而言 简直就是一个噩梦 令他窝心不已 偏偏又无可奈何 如此尴尬的场合 他当然是不愿参加的 只可惜 皇上的圣旨提前一日便送到了静远侯府 要他今日一同入宫 但选出其他的太子妃后 一起行策礼之礼 然后则即日完婚 圣旨已下 他自是不敢抗旨不尊 只得压下满腹的怨恨和促意 精心装扮一番之后 在父母的陪同下入宫而来 尽管满心愤懑 一路之上 他还是不断地告诫自己 千万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 泄露出内心的秘密 还未与太子成婚 便撒泼妖宠的印象 便糟糕了 何况 那天太子不是亲口说了吗 立度应临为正妃 这是皇上的意思 从他本心来说 并不想这样做 说不定今天 会有意外的惊喜呢 今日的太子妃大选 在大殿制上举行 按照皇上和太子的旨意 会在大选中 会在大选中选出一名正妃 两名侧妃 当然 其中一名人选 已经尘埃落定 便是楚寒生 另外两人 则要从今日入宫的女子中产生 虽然有左丞相之女 杜应临在 又有楚寒生 占据了一个名额 三名妃子之中 只剩下一人 悬而未决 中选的机会 着实不大 却仍然吸引了 不少皇亲国戚家中的 妙龄少女 大殿一侧的片房之中 一时阴阴艳艳 争其斗艳 很是令人赏心悦目 笃定自己 必定会成为太子正妃 多英灵根本不屑于 这些人为伍 独自一人 坐在稍远的地方 板脸巨傲地喝着茶 不少人也知道他的分量 有心上前巴结 却又怕自讨没趣 何况 此时此刻谁是朋友 谁是敌人 还未可知 也就各自保持着沉默 即便偶尔开口 也是与身边的人 轻声细语 生怕被别人听了去 便在此时 一阵轻轻的脚步声响起 楚寒生迈步而入 立刻有人敲声议论 哎哎哎 看 这楚寒生来了 他就好了 最次也是太子侧妃 今日前来就是看热闹的 不像咱们 是啊 能成为太子侧妃 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我看 我今日根本就不该来 那可未必 瞧你翘得跟一朵花似的 我倒觉得 你机会比我大得多 我才是彻底没戏了呢 有什么办法呀 谁让咱们得到 还魂血珠那样的宝贝呢 无非吹灰之力 就攀上了太子这根高枝 可不就是 还魂血珠可是真正的宝贝 说不定 看在这宝贝的面子上 皇上和太子 会离他为正妃呢 是问 谁不愿拥抱青春啊 好巧不巧 这句话 恰好落在了 杜映玲的耳中 原本他就看楚寒生 万万不顺眼 此刻更是勃然大怒 却不好当场发作 别一咬牙 皮笑肉不笑地开口 哟 这不是太子妃到了吗 大伙还愣着干什么 倒是赶快行礼呀 楚寒生也不是笨蛋 何尝听不出 他语气中那浓烈的讽刺 同样咬牙 忍下胸中的怒意 面带微笑地开口 杜小姐客气了 我只不过是凭了几分运气 又承蒙皇上和太子殿下不弃 才有机会在殿下面前伺候 说什么行不行礼 倒是杜小姐落落大方 端庄有礼 才是真正的太子妃之相呢 同样听得出 她才故意说反话 杜映玲瞬间大怒 刷得抬手指向她的鼻子 你敢对本小姐无礼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不敢 知道自己越淡定 便越会趁得她粗俗无礼 楚寒生神情不动 更加温文尔雅 我只是说杜小姐落落大方 端庄有礼 不知杜小姐觉得何处不妥 你 杜映玲咬牙 一时有些哑口无言 不错 人家夸自己落落大方 端庄有礼 哪里不妥 旁观众人早已瞧出端倪 虽然没有人敢当面笑出声 眼中却也已流露出 看好戏的神情 倒是想不到 一个回合就落了下风 杜映玲越发恼羞成怒 不由狠狠地一甩袖子 撑死了不过是个侧妃 你神奇什么 等大选结束之后 本小姐有的是好果子给你吃 言下之意很明白 太子正妃非他莫属 楚寒生最恨的就是这一点 不过不等他想出什么话 进行反击 便听一个带着冷意的声音响起 你要给谁好果子吃 众人顿时吃了一惊 立刻纷纷行礼 参见太子殿下 高元昊迈步而入 威严的目光扫视一圈 免礼都起来吧 众人歇恩起身 各自自觉地往旁边让了让 一时谁也不敢开口 高元昊早已看向了楚寒生 语气也变得温和了些 怎么样 你没事吧 楚寒生有些受宠若惊 更多的却是一种 扬眉吐气一般的得意 故意不去看杜颖玲的脸色 他微笑开口 多谢太子殿下关心 臣女没事 高元昊点头 没事就好 大选还要再等一会儿才会开始 先坐下歇息吧 旁观众人不自觉地暗中叹了口气 殿下对楚寒生的态度果然与众不同 说不定真的有立他为正妃之意 否则他为何连看都不看杜颖玲一眼 看到楚寒生虽然乖巧地落座 眼角的余光却充满得意地瞟了自己一眼 再加上读懂了众人的眼神 杜颖玲早已气地浑身寒毛直竖 咬牙踏上一步说道 殿下 明来得正好 你都不知道 这个女人方才有多么过分 她居然对我无礼 对你无礼 高元昊总算看了他一眼 却皱起了眉头 可是本宫好像听到韩生说 你落落大方 端庄有礼 这也叫对你无礼吗 他 倒是想不到这句话 居然已经落入了他的耳中 杜颖玲险些被噎个半死 哼吃半天之后 才站红着脸说了下去 殿下 你可不要被这个女人的外表给骗了 她根本就是笑里藏刀 不安好心 这叫什么话 高元昊瞬间沉下了脸 一声呵斥 你与韩生从未有过任何来往 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如何知道 便在这里信口雌黄 真是可笑至极 见他一门心思 只顾着维护楚韩生 竟然丝毫面子都不给自己 杜颖玲越发恼羞成怒 我与这个女人 虽然没有任何来往 但是 她宁愿凭着陪上还回血株 如此稀释珍宝 也要不择手段地留在殿下身边 难道还不能说明 她根本包藏祸心吗 楚韩生早已满脸委屈 眼眶都有些发红 余生更是有些哽咽 殿下 这女没有 这女只是 本宫自然知道 何须你说 高元昊冲着他微微笑了想 在转头看向杜颖玲时 声音已经重新变得冷酷 若照你这么说 明明得到了还魂血珠这等稀释珍宝 却舍不得献给皇家 而要自己独吞 便不是包藏祸心了 杜颖玲又被掖得不清 看到旁边的一众女子 都已忍不住眼口而笑 越发恼怒不已地尖声大叫 殿下误会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想提醒殿下 这个女人 韩生是什么样的人 本宫比你清楚 不需要你来提醒 高元昊冷冷地打断了他 甚至示威一般 抬手搂输了楚寒生的腰 太子妃大选马上就要开始 你最好安分一些 否则 别怪本宫没有事先提醒你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